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小谭却开始吃起了自己的醋 他认为墨连城是把自己当成了谭儿的替身 无论墨连城怎么解释 没有那段记忆的小谭还是不愿相信自己就是谭儿 独孤烟加快了复仇的步伐 假怀孕的事情被揭穿之后 独孤烟也被关进了大楼 但是他给皇上吓得毒却发作了 八王爷和流伤闻讯赶来 看到的却是没有意识的皇帝 事实证明流伤受伤是假的 这只是墨连城的一个套路而已 他根本就没有受伤 只是在胸口的位置放了一个屑带 不过他的演技是真的好 竟然把小谭都骗过了 而且还在他昏迷的时候 进行了甜蜜的告白 叫出了那一声久违的沉沉 墨连城的套路果然深 这样看来 古代的八王爷虽然很腐黑 但也绝对不是来自未来自己的对手 难怪小谭都被别人拐走了还不知道呢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